警察被被火了 工地福利社多人群聚 甚至連口罩都沒戴 現場8人 外加2名店員無視防疫禁令 喝酒聊天 讓警察杯杯忍不住 動怒呵斥 自此一旁還有人拉下口罩 酬炎納涼一點警覺心都沒有 苗栗竹南是疫情熱區 血診人數權限最多 室外聚會不能超過10人 這規定講了又講 說了又說 竟然還有人犯 工地福利社內有2名店員 及8名民眾在場群聚飲酒 無視防疫禁令 警方依法告誡 並開立通報單移送衛生單位採除 另外苗栗在上個月29號 取消移工禁足令 警方也在移工經常聚集的商店 張鐵告示提醒店家注意 保持室內5人 室外10人規範 負起社會責任 避免開罰 記者彭志明 韓志欣吳彭馨 苗栗報導